十五天前臺鐵太魯閣號四零八號列次 行經花蓮清水隧道時 翻覆撞向隧道導致四十九死 檢調與相關單位連日查訪 十六號就初步犯罪事實 癥結 祝賢李易祥與移工阿豪等七人 被依過失致死 肇事逃逸等罪嫌 求出李易祥法定刑最高行動 阿豪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檢方還原事發經過本被台鐵 要求廉價期間 不能施工的李易祥私自帶工人 開工想追上延宕的工程進度 李易祥駕駛吊車大貨車過彎時 疑似現場彎度過高車身太長 卡在鐵軌旁邊坡 第一時間沒有趕緊通報台鐵 而是請移工協助開了怪獸 企圖拉起大貨車 卻因連接兩車的環狀布袋斷裂 導致到貨車掉入台鐵軌道 釀成這起事故 在卡住的時候 其實這個理性的被告 或者是滑性的被告 他是必須要去通報 並且請這個專業的人士 來把這個狀況把它解除掉 但是他是一種 用一種比較便宜 很便宜形式 很輕率的方式 檢方指出工地附近路面濕滑 過去曾發生過兩次車卡在邊坡 但李懿翔等人卻未做改善 是釀成這次悲劇的原因之一 這次先癥結李懿翔等七人 至於台鐵發包的部分 將持續偵辦 列車來回測試 這次遭撞擊的清水隧道 修補工作相當順利 十六號已補牆完成 交通部和台鐵派員檢查 一切順利的話 所以快十九號清晨五點二十七分 能恢復通車 而為了協助救災 衛福部成立正在專戶 募得超過十億元善款 部長陳時中親自說明使用方向 罹難者家屬一人一千五百萬元 罹難者或傷者的兒女 教育方面提拨一點二億元 傷者七百萬到十萬元不等 未受傷者心領撫慰金 一人一萬元 政府強調善款不會留 全數用在相關的人身上 善款也跟政府依法要給的款項 無關 等於傷者或罹難者將領到善款 以及政府給付的兩筆款項 記者綜合報導